不滿被迫煲煙,猴子發惡打主人 湖北一個灑猴人,當街要猴子吃煙如中 猴子根本不懂得吃煙,咒咒咒咒 之後還吐了煙頭 但男人不斷被伸煙猴子 其中一隻猴子不肯就範 還跳起撲向主人 猴子死都不肯還反擊 另一隻猴子也幫忙 短片在內地網上廣泛流傳 有人認為灑猴人虐待動物 根據內地法例 私人純養猴子和當街灑猴都是違法 因為我們社會學習家 猴子發財人,它是82事項 但是多年,我們帶走 命維莫尼拉 和對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